逼志龍要跟大家share說 Final Fantasy還沒變太空戰士之前 我也不知道這什麼東西 然後第三個是復仇者聯盟 他們可能是來復仇的 然後第四個是那個什麼 這什麼 這怎麼唸 Ga...什麼 Gaia Sub LBS Apps 差不多了吧 終於拖到45分了 好 那我們就可以了吧 隔壁都過來了嗎 等一下 現在悲劇了 不知道為什麼 等一下 這樣出不來 這樣出不來 我不知道為什麼 等一下 第一次來聽Talk就悲劇 怎麼會這樣 剛撤還是好的 等一下 我連這邊都變黑了 Ubuntu 12.0是怎麼... 沒有沒有沒有 集氣 集氣 我沒有犯規 現在沒開始哦 有了有了有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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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開始哦 等一下等一下 我這不能動啦 等一下 這不能動我 盪掉了 試緣不好意思 這個 我們有請那個專業的 Ubuntu kernel developer 幫人debug 我為什麼有請的 請那個是 我喜歡迫著 我喜歡的 請那個是 我喜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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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學習嗎 他這個人 請那個是 我喜歡的 請那個是 VCR-AAPPA 看來是重開製白病 還剩四分鐘嗎 沒有啦 沒有對那麼差啦 強哥耶 開玩笑 開始開始 真的嗎 現在開始 OK好 大家好 那就廢話不多說 進來我的題目 那這題目叫什麼呢 叫社群驅動的定型化契約的社會影響 從自由軟體 自由開源授權條款談起 這什麼東西呢 那這個其實是我當初呢 我當初本來要投一個session 我就知道把它丟出去 然後這裡面有什麼 契約自由 市場經濟 交易成本 定型化契約 選擇自由 自由開源條款 這是什麼東西呢 其實呢 大家看了覺得說 這個不是很了解 不是很了解 那不是很了解怎麼辦呢 果然啊 就悲劇 這議程組就沒有把它選進去 我想那是怎麼辦 我現在應該就要在Lighting Talk 稍微澄清一下 這是什麼東西 那其實呢 定型化契約 大家生活中很常會去見到 這什麼東西呢 你要嘛 就是用take it or leave it 我們常見到這種契約 那什麼契約 譬如說我們去信用 簽信用卡的時候 會有這種契約 然後我們去健身房 我們辦手機 我們幹嘛 就拿一張紙一代會字 你也看不懂那一字 你看懂 你要改 沒有辦法改那一字 那這最常見 其實我們在 我們在灌軟體的時候 都會看到 有沒有 這個我同意 下一步 那我之前就 就是看到一張圖 我想說 你肯定學過速度哦 你以2.2秒 然後就是讀完350個字 對啊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顯然 大家有沒有速度 大家心知肚明 這是網路上最大的謊言 OK 是這樣子 那不論怎麼樣 定型化契約已經生活在 就是在我們生活中 非常非常多 我還剩幾分鐘 OK好 然後呢 這就定型化契約 那大家覺得如何 大家覺得如何 如果呢 是你寫 你就會覺得很棒 OK 大概是這樣子 如果是你寫 因為其實 今天我們有的人 是寫軟體的人 有的是用軟體的人 那到底我們要寫出 一個怎樣的定型化契約呢 那跟自由開源軟體 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我們從 自由開源軟體來講起 那大家都知道 大概是30年前之後 1980年 那電腦程式呢 就受到著作權的保護 OK 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受到著作權保護之後呢 有人就很開心啦 OK 那就有人就苛刻了嘛 OK 大概是這樣子 那 他苛刻之後呢 可是有人就覺得說 欸 這什麼 這什麼東西呢 我不能理解啊 OK 以下設計對白 然後呢 他就說 嗯 那我就覺得法律不對 我要修法 那他有個好朋友呢 叫Edwin Morgan 那他就講說呢 欸 你會落選 其實不是啦 就是說 要修法 其實是非常大的問題 就是說 如果你要修法 你最好是要 去當立法委員嘛 那要不然去游說 可是這種情況很難 那大家都覺得說 不太可能喔 那Creative Commons的 這個 Lawrence Lessig 曾經也想去選舉 不過這個也是 是非常困難 是非常困難的事 但很難達到喔 那他說 那怎麼辦呢 於是就說 那Edwin Morgan 就說 來寫個契約嗎 那這時候呢 他說好 那我就做公眾契約 來給大家用喔 那GPL 其實一大堆 還有LGPL 還有AGPL 有123版 這些東西都是 由這個 Edwin Morgan 起草 然後由社群 當然討論出來 那不管是 GPL 還有MP 其他也都是 用這種方式來做 那這就是 定型化契約嘛 OK 那這樣寫出來 大家都覺得說 很棒很棒 那結果呢 社群討論 大家用了安心 那其實呢 不管是廠商 還怎麼樣 吃的其實 應該也要甘心 大概是這樣 那用藥 就應該是這樣 那其實GPL BSD等等 它是一個 copyright issue 也就是說 如果是著作權 程式碼相關 那當然是 這個地方可以解決 問題是 我們用程式碼 在很多地方 像比如說 一個專案 後續發展的策略 能不能商業利用 等等 你要怎麼樣 去做一個維運 這個是程式碼 的智慧財產授權 做不到的一個點 那這個地方 就有問題了 例如說 像之前 某個CMS開發團隊 因為營運的理念 不合而拆夥 程式碼 寫得很好啊 但是呢 它營運理念 有了覺得要商業化 有了覺得不行 後來拆夥掉 其實很可惜 大家一開始 應該要決定好 這是怎麼樣的 營運模式才對 For example 是公司呢 是合夥呢 還是其他類型的企業 或者是純粹 很社群 我就是完全社群 那 這樣的情況 那其實 有一些 新創專案的 成員之間的 合作區有朋友 因為他想要 做一些startup 做一些行動專案 找我來 能不能一起擬 一個這樣的契約書 那其實我原則上 就擬了一個 簡單的一個版本 然後讓大家來用 所以說大家有興趣 那可以就是說 來跟我聯繫 那個簡報上也有 就是說大家可以 來一起 一起給意見 然後我來coding 大家來一起debug 大概這樣情況 那其實 如果是拿別的false 來商業利用 舉例來說 像當時 有人拿CMS來報案 那怎麼辦呢 跟業主要怎麼簽 那當時我在Drupal Camp 有講個題目 就是那個網站成狼合約 那給一個定型化的範本 讓大家來看 那甚至來修改 等等的 所以有其他領域的利用 那利用 例如說有個大陸的 這個天使灣創投 他希望能夠 讓這些創投 變成是open的 這個公開的開源文本 所以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說呢 我老早知道 我沒辦法去選了 那但是大家還是可以 用重力來做 那規格制令就是王道 那讀樂不如中樂樂 大概是這樣 所以社群舉動 社群是誰 大家都是社群的一份子 那希望呢 可以來跟我一起 就做這個東西 OK 321 結束 大家謝謝